喂 什麼 你是不是瘋了啊 平安憤莫斯的作品 就是因為太乳格的事件大家都很關心 之前好像有說好召議員 你這個轉彎會不會太大 大家有好奇太乳格事件 其實這個 有好召藝人來宣傳 我們藝人的一個角度 我們就是拋磚引玉對不對 這個身有同感 因為在隔天我剛好就搭上普悠 所以在列車上在車站 會能夠感受到那種悲氣的一個心情 那想捐款的人 我們也非常歡迎他們去捐款 原因就是捐款對捐款的人來講 也是一種療傷的作用 有沒有道理 那如果這一款像是真的夠用了 我們多留下來去做一些別的事情 我們也覺得OK改善交通或什麼 像以我們藝人來講 我就覺得繳稅是我覺得最開心的事情 其實除了捐款 小心亞倫 好 因為我知道血庫快沒血了 這其實也是另外一種付出 捐血 對啊 所以大家在炒捐款的事情 我其實滿頭問號 各種方式可以表現自己 對 然後像憲哥說的療傷很重要 發自我們的內心對不對 我們能做的就是什麼 我也不能到現場幫忙 那我們就捐了一點錢或幹嘛 讓我們內心也得到相對的一個慰藉 主要是這樣 又找了哪一些朋友們一起 很多啊 我知道那個埃爾利他們那個執行長 我剛好跟他們在聊天 他說你們公司要捐多少 就盡量 他說因為我們是醫療 做醫療 所以他們就好像也捐了好幾百萬 那有關心KID嗎 因為KID是花蓮市KID的家長 有啊有 還有他有說 關心一下那邊的朋友都還好 有啦 他的朋友是都還OK啦 但是就是說 我們在這一年裡面 這 感受到了人世間的一個悲歡離合 生老病死 但是 有時候也安慰自己 也是安慰別人 就是人世間沒有一個人 是活著離開這世界的 所以 沒錯 太有道理了 一直 自古以來 大家都是同一條路 所以就是說 他生命比較短暫一點 我們非常的惋惜 但是呢 上天可以帶走他的生命 但是帶不走所有美好的一個往事 對 回憶Memory 所以我看那個 你看我自己孩子那麼多 我看到很小的那個 那個孩子 我就 我就 我就看不下去了 對啊 太傷痛 對 他們說你的臉像刺蝟 請你放第一天 然後 然後就是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跟他一起做節目 那不可能 他會問我些什麼 欸結果 要 來上點節目 我反而 我進來會再模擬說 他可能問我什麼 真的假的 對 不會啦你那麼會回答 對 剛剛你就問的比較差 人家他們兩位問的多好 好 第三十七號房 對不對 那個讓我很有感覺 因為我看到那個next flex 裡面有一個叫做八號房的禮物 哭死了 七號房 七號房的禮物 他後來有拍個續集 就是八號房 亂講過 七號房 對 父親跟女兒的故事 天啊 他說太有feu了 剛剛有這種感覺嗎 有 關起來的感覺 小時候 小時候因為 家裡環境的關係嘛 所以 比較辛苦 到晚上呢 這個 我要尿尿 走路要大概十幾分鐘 家裡房子太大了 喂 什麼啊 你是不是瘋了啊 還以為是行動不便 我為什麼一輩子都沒有做壞事 原因只有一個 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以爸爸為榮 人家讓人家講不出來 你爸爸做了什麼壞事 就這樣 抽雪茄啊 我抽的是寂寞 那問一下sandy 其實本來要錄第二季就已經非常緊張了 然後知道那個第一集的來賓是爸爸 就緊張到有點 在找代班 對 有在找代班 然後本來有想說 還是這一集就是只問24題 就是不要不要不要 我真的 他說他失眠 我想說我才失眠吧 我快下風了 然後一度一直跟製作人說 可不可以不要 拜託 其實沒有 這一集改12集 因為我話多 會不會我們第二集再來 一題回到5分鐘 一題夠了 第一集是我爸 第二集是我弟 第三集是我孰公 第一集就是阿公 全部人都會來 全部人都會來 在家裡 那天ра 一陣子